你还记得在餐厅内用的感觉吗 我都快要忘记了 大家都在想7月12号之后 有没有可能大家三五好友 在跟过去一样 跟朋友在餐厅内享用呢 现在可能有一点点机会了 因为在7月12号之后呢 政府渴望可以稍微微解封一下 政院松口啦 如果真的会的话呢 他们会提前把相关的指引公布出来 而根据平面媒体最新的抢先报 像是在国道服务区呢 他们可以开放内用饮食 但是人的部分会管控 调整在25%以下 同时社交距离也会拉大 民众在入口处排队扫QR Code 迫不及待要逛夜市 宁下夜市微解封后 碰上第一个小周末 二号晚间人潮明显变多 虽然不能边走边吃 但还是人手一带 独立专家周明威担心 微解封若不胜出了差错 摊上关门市民回家 医疗紧缩三输 市府和中央互踢皮球也双输 市并酿成五书的局面 怒批微解封是不治之举 全台三级警戒超过一个半月 不少餐厅业者撑不下去 结束营业 随着每日确诊病例数下降 指挥中心日前考虑 七月十二号后 有条件放宽餐饮业内用 政院也松口表态 若有放宽必要时 相关防疫指引应该提前公布 让业者有充分时间准备 平面媒体报道 为解封方案 沿已像是国道服务区 可开放内用饮食 但人流管制更严格 调整到25%以下 社交距离也要拉大 座位依旧采梅花座 并设置透明隔板 观光景区内用也OK 但同样要将人流减半 餐饮业或许有机会 比照这么办 民众会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尤其淮南市场报群聚 恐怕也让微解封进度 再添变数 如何兼顾防疫与经济 也拟出多赢策略 是政府的重要课题 记者黄明君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 无法出去外出吃饭 怎么办呢 也没有办法去健身房 那就在家里运动吧 我现在不是僵尸贴腹 不是 在家里怎么可以运动呢 除了什么伏地挺身 拉单杠之外呢 现在又多了这个 拳击反应球 什么意思 在家里 你总不能像一个马铃薯一样吧 摊坐在那边动也不动 反应就变慢了 所以呢 现在在市面上呢 还蛮流行这个 这个怎么玩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一条绳子呢 套在头上之后 像那个韵律的装备 有没有 然后呢 这颗球 把它丢出去之后呢 你就要开始连续的 把它打击这样子 就是测试你的反应 看似很简单 但实际上真的是有困难 我来试试看 球丢出去之后呢 然后你要 哦 怎么会这样 我的反应不够灵敏 再一次 这一季真的是有点重 然后丢出去 然后开始 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 我们目前办公室 刚刚有一个导播 女导播 连续挑战12次成功 那我刚刚 我刚刚几下 四下五下 是不是 还打到脸好痛 好玩这个呢 最好可以戴上面罩 但不错啦 我觉得全家大小一起玩 应该是蛮可以杀时间的 在家里玩就好 好不好 为什么在家里玩呢 因为呢 从上个礼拜开始 就发现了 已经蛮多人 动不掉了 都开始 纷纷出去了 有的还跨现市 所以现在呢 宜兰出现了看板 请大家不要再来了 疫情过后再来 否则只会让医护人员更辛苦 三级警戒尚未解封 最近两个周末的游客却越来越多 托成民众吓坏 在网路上发起快闪活动 募款瞬间秒杀 不过原本标语 宜兰人都在家 你来干嘛 好意思吗 充满浓浓火药味 避免激烈用词 引发争议 现在盖成 医护人员都很辛苦 亲的疫情结束 再来玩 采取柔幸宣说 夜水在地声音 游客终于听到 宜兰南方澳 于是场客量明显下降 警方也派员到场宣导 只开放七十人入场 严守十连制管制人流 不过基隆的外木山 风景区人潮反倒涌现 早餐的点门还没全开 就有不少民众前来排队 外木山滨海大大 运动人潮也回来了 钓刻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早卡位钓鱼放松 警戒未解除 就把防疫松懈 造成群聚解封之日 将遥遥无奇 记者宜兰基隆总和报道 所有的业者都在等解封 那一刻的到来 现在有的人 就已经开始做好准备了 时间一到 马上零 零秒来接轨 像是花莲的海洋公园 设施整备好了 就连海石你刚刚看到了 就怕静人呢 已经升疏了 也在加紧练习当中 观光业者就讲了 随时都做好准备了 只要解封令一下 所有人立刻回到工作岗位 服务游客 快速水中传说 再探头表演喷水 但观众人勒 因因疫情花莲海洋公园停业 但海石似乎动没掉 难不成是练习表演技巧 偷偷为解封来做准备吗 要准备的一些影运的项目 我们几个比较大型的场馆 原有的座位数的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数 三级警戒让不少业者收业近两个月 眼看疫情有降温 业者开始动员为维解封做准备 这几天都在加强检查游乐设施 确保营运安全无余 另一头热门的新天堂乐园 只提供餐饮外带 超红货柜星巴克也只剩零星游客 目前呢 如果我们有维解封的这个迹象的时候 我们的业者都在做好准备 那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他们就立刻会回到岗位上 小路水汪汪的大眼望呀望 却怎么也望不见游客 暑假忘记 农场却空荡荡 只能盼着解封的到来 旅游停摆 民众闷坏 业者也寒酷 只盼能尽快回到出门 也可以自在呼吸 大旦美食的日子 记得刘吉娇 吕一杰花莲采访报导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Cherry Tsai的超级贴图 感谢你 好 现在去任何地方呢 都必须要食连制 更多呢就是用手机去扫描 QR Code 但对于长辈来讲 不太会用 怎么办 没关系 现在宜兰县政府呢 很贴心 送给长辈一个特殊款的印章 一盖进去 就可以进去了 不实名登记 还骂电源 乱七八糟的 干什么啊你 实名制上线一个多月 许多长辈却因为没有智慧型手机 甚至是不会写字 被民众斥责 甚至赶出店外 现在有乡公所 要助一臂之力 实名登记 离履碰壁 许多长者因此产生心理阴影 不想被嫌慢嫌自丑 日常采买变得困难 宜兰原山乡公所贴心为全乡 七十岁以上的长辈 特制供三千九百七十九个 日来水印章 上面刻有姓名及电话 只要轻轻一按 就能轻松完成实名登记 比写字简讯都来得要快 疫情中送温情 宜兰县原山乡里长 挨家挨户发放印章 进入商店登记不再困难 签名张大受好评 有用过的长辈都说赞 实名登记专用章 有效解决长者问题 不仅方便还能减少接触 补足实名制缺口 防疫更加人性化 记者林医生 陈正茂 谢淑雅宜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击 明hem